大家好,我是小强 对阵惊险打进季后赛的华盛顿奇才 常规赛中高居东部榜首的费城76人队占据着明显优势 他们大比分已经3比0领先 距离晋级只有一步之遥 而且近两场比赛76人都取得了大胜 加起来一共赢了对手54分之多 说到底球队在休赛期的操作非常有针对性 他们的先发五虎非常均衡 老将丹尼格林在季后赛中也完美 诠释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含义 与奇才的第三战中 丹尼格林延续了自己的稳定表现 他命中5G3分球 砍下了15分4篮板2助攻 而且全场正负值高达加32 这一数据也是两队所有出场球员里最高的 综合首轮前三场比赛来看 丹尼格林的基础数据看上去并不是特别豪华 但他的投篮命中率高达61.1% 三分命中率也达到六成 这其实也能体现丹尼格林进攻端的特点 那就是不占球权 可把握机会的能力非常强 他可以拉开场上空间 利用自己精湛的投射能力给对手造成打击 要知道丹尼格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服将 而且季后赛中总有经验发挥 生涯初期丹尼格林惨遭骑士放弃 是马次给了他继续征战NBA的机会 那个时候恐怕所有人都想不到 这位次轮秀出身 且连运球都有些不利索的边缘人 会成长为联盟顶级的3D球员吧 在马次效力期间 丹尼格林曾两次跟随球队打进总决赛 其中一二至一三赛季 马次虽然遭遇逆转遗憾落败 但丹尼格林在总决赛期间 总共命中了26G三分球 打破了联盟历史记录 之后一年丹尼格林的个人表现相对没那么抢眼 但他还是帮助马次成功复仇热火 拿到队市第五座总冠军奖杯 2018年夏天由于马次确定留不住伦纳德 他们将卡瓦伊跟丹尼格林打包送去了猛龙 换来了德罗赞、霍尔特尔和一个首轮选秀拳 两人在猛龙再次成为球队的特意搭档 丹尼格林在常规赛期间就手感火热 是联盟三分命中率最高的球员之一 季后赛中虽然有些起伏 但他的投射威胁和外线防守能力 还是为球队带来帮助 最终猛龙也拿到队市首座总冠军奖杯 那个赛季结束后 丹尼格林的行情水涨船高 最终他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了洛杉矶湖人 上赛季他也是紫金军团阵中的绝对主力 湖人的这次演员还是相当具有针对性的 因为别看丹尼格林的薪水不算低 但湖人只是给他开出了一份两年合同 这样的话不至于影响到未来的长期操作 而球场上丹尼格林也是非常适合湖人的 只要在勒布朗詹姆斯的身边安排一些可靠的投手 这支球队的下线就会变得很稳 这一点在迈阿密热火和克里夫兰骑士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因为这样的投手能拉开场上空间 这样的话当詹姆斯持球的时候 对手如果不包夹和协防 老詹就可以利用个人进攻进行惩罚 反之身边的角色球员就可以得到大量空位投篮机会 一旦投开了对手也顶不住 就此陷入两难局面 最终丹尼格林也凭借他的投射 防守包括丰富的经验 帮助湖人时隔多年再次成为总冠军 只不过丹尼格林还是存在明显局限性的 而且正好遇上雷霆彻底重建 于是去年休赛期湖人 把丹尼格林和一个首轮墨的选秀拳打包送走 换来了施罗德 当然得到丹尼格林的雷霆 显然也不准备留下他 正好76人准备清理霍福德 于是这两名球员互换东角 丹尼格林就此成为76人阵中的一员 现在看来费城管理层当时的操作 实在是太妙了 其中不光是得到丹尼格林 当时76人还用约神理查德森 和一个次轮迁换来了神射手塞斯库里 这两笔运作的思路其实是一样的 那就是过去的76人 是三分投射能力最差的球队之一 他们在进攻端的空间完全拉不开 但现在76人的先发五虎中 除了西蒙斯还是不具备投射威胁外 其他球员人人能投 塞斯库里和丹尼格林这两个点 都能给予对手惩罚 重新回到大前锋位置的 托比亚斯哈里斯跟上赛季相比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恩比德干脆打出生涯最佳表现 再加上替补及上还坐着霍华德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